各位朋友大家好 尚哥今天介紹一個偏方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得到那些整天喉嚨不舒服 好像有些痰蓋著咳不出 這些可能會有幫助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用乾的海帶 250克然後100克的白糖 做法很簡單 將乾的海帶浸泡至完全發開之後 然後沖沖 瀝乾水 把它切成絲 放在乾淨的容器上 放100克的白糖 拌勻 把它醃3天 這樣就可以食用 食用方法就是每天吃一碟 大約20至30克左右 一般來說兩個星期就叫做一個療程 這是朱曉萍醫師 她用古方來幫病人改善這個情況 現在說說個案 有位女士已經幾十歲了 幾十年來都喜歡吃辣 煎炸香脆的食物 以及吃村菜 從來都沒事的 但最近覺得喉嚨很不舒服 好像有些痰塞著咳不出來 有時咳得出白色黏液 會舒服一點 但沒多久又會覺得很不舒服 有時想嘔吐不出來 去醫生檢查 發覺它是慢性咽喉嚴 醫生說要吃藥 你以後煎炸食不要吃那麼多 改變了飲食習慣 吃了各種消炎藥 也試過一個星期吃幾次中藥 但效果也不明顯 後來她試了剛才介紹的方 試了5天 喉嚨裡的症狀已經開始減輕 吃了兩個星期一個療程之後 喉嚨裡覺得有點痰 這個感覺已經很輕微 根本沒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遵從醫生的祝福 不吃新辣 飲食清淡 飲多點水 平時也吃海帶 至到現在 這個煙喉鹽還未再有復發 為什麼海帶會有這麼好的效果呢? 因為中醫認為海帶有軟肩散結 消炎泥水的功效 而在現代的藥理學分析 就說海帶有抗菌 有抗病毒的功效 對多種細菌和病毒 都有抑制甚至殺滅的作用 她說理由可能因為它含有典的成分所致 比如藥理測驗的研究 發現海帶對於拋診病毒、腺病毒 有抑制病毒DNA復制的作用 同時海帶還有影響人體免疫器官 還有調節人體免疫功能的異常 以及消炎的功效 所以因為有這麼好的療效 所以簡單這個偏方 就可以改善這位女士的慢性煙喉鹽 希望有需要的朋友 也可以試試 可以幫得到你 多謝大家收聽